這後再加上接連幾天的餘鎮 很多家都殘破不堪 通通被貼上紅單 成了危險建築名單 牆壁水泥剝落 鋼筋裸露 住戶只能趕緊回家 整理家當 甚至有租客無奈喊 社區監委縣府也來到現場 確認狀況 帶著市府團隊 還有結構技師 一起來勘察 然後先初步來看我們的結構 然後先指示 我們要撤離所有的人員 安全起見就怕餘鎮不斷 房子不堪負荷 覆益社區住戶大約156戶 四五百人以上先全部撤離 部分贊住 請其家 其餘可以到飯店三天免費入住 之後可能還會有租屋補助 比較危急的 應該是靠近前面的這一棟 是屬於昨天好像說是F棟 住的下面都已經看到鋼筋了 但是住的 它是有機會可以修復的 不一定說貼了紅單就要拆除 沒有這回事 只要大樓梁住受損嚴重 全部都貼上紅單 連知名飲料店店面梁住都正壞 被列為紅單圍樓 經營六十幾年 一輩子心血都沒了 老闆傷心落淚 不要問我 你也問我心裡也難過 截至昨天為止 昨天晚上九點我們統計出來 去緊急評估的紅單的 張貼紅單的部分26件 張貼黃單的部分是21件 紅黃單它就是受損嚴重程度的差別 事後都會再經過那一陣評估 才會決定房屋是否會被拆除 TBI新聞張聖雄宋家捷言 身份花蓮採訪報道 校舍鋼筋外露窗戶扭曲變形 在歷經大地震之後 花蓮女中的綜合大樓成了圍樓 全面封鎖不准任何師生進入 退好一點退好一點太危險了 整個牆面被震碎大小石塊灑的走廊 到處都是校園的場面觸目驚心 花蓮女中有一千多名學生 在這場規模7.2的強震當中 也成了受災區 受損的這一棟綜合大樓屋林37年 預估拆除重建至少需要2億元 目前已經貼上紅單變成圍樓了 那主要是因為它一樓的鋼筋的部分 柱子的鋼筋部分 幾乎每一根都已經損壞 拆除的期間 因為會有很大的聲響以及焉塵 會影響到學生的安全以及健康 所以在拆除期間 我們考慮會進行線上教學 我們預計兩個禮拜之內 就一定可以拆除完畢 受損的綜合大樓 屬於特殊課程的專業教室 一樓是社會自由教室和健康中心 二樓以上有輔導 是與護理國防法陣教室 一樓的受損最嚴重 在清雲雷甲尾聲馬上就要上課了 校方初步因應措施 就是先將專業課程移到一般教室 沒有釀成傷亡 只是這棟綜合大樓如果要拆掉重建 至少得花上兩年 校方不排除在拆除的期間 安排線上授課 保護學生的生命安危 也不要影響他們的受教權 TVBS花蓮頭不斷 好 主要帶來關心花蓮 國軍英雄館 在這次的地震中是遭到了重創 可以看到是整個牆面三樓以下 是嚴重破損的一個狀況 而且外牆是整個已經嚴重的剝落 下面滿是碎石 以及一些比較零碎的一些磚塊 鋼筋也是外漏的狀況 當時第一時間是所有的人員都疏散 而且後續的訂房是也通通取消 至於裡面的狀況如何 我們聽一下稍早訪問 花蓮國軍英雄館是在民國76年5月5日 落成啟用 所以已經有46年的時間 目前為止我們來講 雖然是建築工會是列為紅色危險建物 但是還是要等結構技師來評估 是後續要做補強 還是用其他的方式 如果補強無法 可能最後還是會面臨到拆除的情況 好 可以聽到 其實目前整個受損的狀況是還不太明確 不過初步瞭解 疑似整個梁柱是都有被壓迫到的狀況 而且還不確定說是不是可以來修復 或者是說最嚴重的話是要直接的拆除了 以上就是目前找到這裡的狀況 天王新大樓外觀現場人員忙著討論該如何繼續拆除 因為會改變房屋結構支撐 預防傾倒工作先暫緩 一來的廠商帶著大型拆除工具來到了天王新大樓的現場 也就是俗稱的大鋼牙 不過因為蘇花公路斷路 所以他們繞了台灣幾乎整整一圈才抵達 機具5號晚上抵達怕房屋繼續傾斜先調整支撐鋼梁 大鋼牙從頂樓白色烏凸開始拆 不過拆到基地台就停下 現場因為下雨作業停擺 天王新5號晚上8點進行拆除工作 10點多已經拆到基地台 規劃6號逐層往下拆 預計兩個禮拜內要拆除 但拆除同時外媒就發現頂樓竟然有機 刺主就是他 就只能跟他們說對不起 對啊 那他們其實是還在上面的陽台 那陽台會有一些 就是植栽或是水其實 如果應該是活得下來 不過看見自己畢生心血全眉 還是難演悲傷情緒 愛家被拆住戶緊急收容也達到三天 得盼是否能積極協調後續處理 天王新拆除現場 住戶緊盯大樓拆除進度 但要估算財務損失恐怕很困難 說我們今天的損失遇到了 畢竟是天災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真的沒有接到任何任務單位 跟我聯繫 這位鹽酒行老闆有很多限量酒 估算財務損失很難評估 還有這位南非英文老師 在學校教書 幸好地震當天不在家 不過護照 重要文件 還有鋪滿都在大樓裡 天王新住戶回向大樓 傾斜倒塌過程仍然餘季有存 喊上帝救命 喊上帝救命 因為那個放的實在太厲害了 天王新大樓經過討論後 公班再度動工拆除作業 行政院長陳建仁也派人緊盯進度 陳院長已經交代主事務 行政院要全力的協助發展線 那麼跟他們一起來合作 我們要趕快進行相關的善後工作 而拆除過程中 若有住戶的個人物品 在拆除過程被巡貨都會被放在這兒 目前只拆除了水塔還有基地台 還沒有開始拆底下的住家 但是如果巡貨到住戶的個人財戶 將會被送往戰製場 這裡已經有刑警待命 由住戶來找刑警登記個人財物 被巡貨後都會被放在戰製場 交由刑警保管核對後才能領回 不過據瞭解個人物品因為太過零碎 這下要拿回恐怕沒這麼容易 TVBN新聞 胡瑞琪 洪富華 陳旭珍 劉婷婷 花蓮採訪報導 重型機具不斷開挖花蓮發生7.2強震後 路段搶修或大樓拆除作業沒停歇 但週六開始又有封面接近 尤其週日到下週一天氣很不穩定 可能讓搶修作業稍稍增加難度 中部以北然後東半部地區 南部的山區以及外島部分 可能與市上來講就會比較明顯一點點 氣象署說明這波封面主要雨帶在北部海邊 儘管台灣確實受影響 但以花蓮來說 週六週日兩天 雨勢主要是斷斷續續下雨 但午後對流雲系發展 可能讓雨勢大一些 而中橫山區要嚴防午後雷震雨 也可能出現突然較大雨勢 清明連假過了一半 週六開始各地水氣也增加 北部東半部中部山區局部雨 而週日到下週一全台降雨機率提高 容易有局部震雨或雷雨 對流性降雨也可能 伴隨瞬間大雨或雷擊和強震風 都要留意 連續四天降雨 直到週三慢慢趨緩 9號跟10號的時候 基本上是有受到一波東美氣風的影響 所以可以看到 就是像是在北部地區 跟宜蘭地區的溫度曲線 是會有下降的一個情況 不過基本上這個 東美氣風的強度 並不是到很明顯 溫度方面 北台灣高溫稍稍回升 但下週二開始風面遠離 東北氣風增強 北部東半部天氣轉涼 下週三 北部東北部部分地區低溫 可能不到20度 週四之後才會回溫 天氣不穩定性大 還要關注 而近期地震頻繁 截至6號上午10點 主震加上雨震已經發生604起 儘管山區路段陸續搶通 但這幾天 若碰上降雨可能增加危險 都要時刻注意自身安全 特別新聞傳到 張惠仙台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